舌头上有一圈齿痕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我是王一生 今天我们分享一个脾虚的舌相的案例 我们常说人太瘦 怎么吃也吃不胖 还有胃不能吃凉的 一着凉脾胃就不好 平时稍微运动一下 还有觉得呕吐盐末不止 总是觉得要吐 甚至吃完饭老是吐盐末 还有一种就是说 我最近这段时间情绪比较低落 胸们总是喜欢安生叹气 失眠多猛 有的时候还有心慌心计 气短乏力等等 脚四肢一点力气都没有 稍微一活动就感觉到累 还总是失眠 一般10点11点睡 入睡困难 睡到两三点又醒了 再有大便也不行 有的时候大便总是不成形 碾腻 有的是前面的肝 后面就拉稀 这种有的时候一天有好多次 等等吧 这些通通就是这个 脾虚有失的原因 首先我们说这个齿痕蛇 来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齿痕主要表现在 这一圈 你像这个齿痕这一块 表现到上面 常常就如水势于居于上 你像这种失眠 它常常就有这种情况 影响到了心 因为这个心肺这一块嘛 首先那个齿痕蛇 还是因为你这个舌体胖大 牙齿合上了以后压的那个齿痕 整体说还是以水势为主 像这个呢 颜色又淡 是以皮须水势为主 出现到舌尖这一类的呢 我们就认为有心血不足 这个是血不利则为水 是心血不足 有一个病名叫水气零心 就是这种 像这个裂纹呢 舌尖上出现那个树裂纹呢 我们又认为是心肺这个 亏虚的原因 这个是凹陷的原因 有的呢是裂纹 但这个不是很明显 有的呢就出现了上脚 这种呢是以心肺阴亏为主 这个有的是齿痕 伴有这个裂纹一类的 你像这个很明显的 就是一个皮须水湿 当然影响到了心肺的原因 好了今天呢最后大家分享到这里 观众王医生一起做中医传承人